下班之后想要换取咱们的驾驶证 那最适合我们的就是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南京车管所的 24小时自助服务大厅的 那在这里如何来换取这个驾驶证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 今天呢我们请来了 我们南京车管所的董静景 董警官 你好 董警官 张鹤你好 你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咱们这个24小时自助服务大厅 是什么样一个概念 对 这里就是我们的 24小时自助服务区 在这里呢 因为群众要办驾驶证业务 之前要进行一个拍照和体检 我们这边有一个自助体检拍照一体机 我们可以来体验一下 好的 就是像这个机器 我们从外面能够看到 还是看起来很高端的感觉 而且它这上面其实标注得很清楚 它一共有六个步骤 对不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按照这六个步骤 就可能轻松地完成这个 体检和拍照的这个工作 对吗 是的 好 我们来进去试一下 好 好 我们进来之后看到的是一个界面 写的是拍照或者体检 那这两个选项选哪个都可以是吗 对 如果要是有照片的话 可以单纯地选一个体检 如果没有照片的话 也可以在现场拍照 好 那我们是要先放一个身份证在上面 好 好 放好身份证之后呢 上面会显示这个拍照 那像这个拍照的话 是不是可以有多个照片可以选择 对 我们会有三次机会 您可以选择最满意的一个 这个还是比较人性的 那除了拍照完了之后 下一步是什么 就开始进行体检的项目了 对 是的 进行一个体检 体检 我看到这个脚底下 还有这样一个区域 它是可以凑我们的这个体重和身高这一块吗 对 这个是一个重力感应区 可以凑我们的四肢和躯干 像在这里的话 还有哪些必要的体检项目呢 它还可以凑视力和变色力 主要就是我们的红绿色毛 是否是红绿色毛 好 那凑这一块的时候 因为它是一个人自住的 会不会有人开门做一些提醒 这个是不可以的 因为我们全程都是录音录像的 如果旁边要是有人在干预的话 这个是不符合要求的 好的 好的 行 那我们现在大概了解了一下 其实这里面的步骤我体验了一下 其实它还是非常地 提醒的 非常地清晰的 只要按到我们这个电脑的提示 一步步地完成就可以了 对 像这些流程进行完之后的话 像拿取这个驾驶证的话 大概多久能够拿到 我们体检拍照完了以后 如果符合要求的话 它这个信息会上传到 我们的交管12123的APP 群众可以有两种方式 来获取这个驾驶证 就一个是通过邮寄的方式 邮寄上门 第二个呢就可以到我们车管所的 13号窗口来自取 都是可以的 那邮寄是不是也很快 很快的 一般是头天来体检完 第二天就能寄出去 假如说这个群众是夜间 过来体检拍照的 第二天我们制证 制完证了以后 每天会分为上午和下午 来寄给群众 群众应该是会在第二天 就会收到它的驾驶证了 好的好的 那在这里除了能够办 我们这个自助的 换这个驾驶证之外 像这样一个区域 还能办什么样的业务 它还可以办理 本人名下南京号牌的 非营运小型汽车的 违法查询和违法处理 好的 谢谢您 那今天在我们南京吃管所 24小时自助服务大厅 体验完之后 真的是感受到 有了这样一个地方 我们平时上班 比较忙的一些 吃主朋友们 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